另外一个焦点带您关心的就是 总统府提名中选会主委张伯雅 担任监察院长 5月13号立法委员就要行使同意群了 其实过去张伯雅在2002年 曾经被提名为考试院的副院长 但是因为没有得到了 办过数的立委同意 所以落马了 现在就没理问到 这回有没有信心通过立委同意呢 张伯雅说当时规定同意 门槛和现在不太一样 但是其实立法委员行使同意权的门槛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 显然是他搞错了 获得总统提名成为监察院长被提名人 71岁的张伯雅 有望成为史上第一位女性五院院长 但其实在2002年 张伯雅就曾经获得考试院副院长提名 却因为没有通过立委同意门槛意外落马 外界好奇这次如何争取支持 现在的投票跟过去的投票是不一样 现在是过半数以上的委员进去投票 然后投票的一半以上通过 张伯雅胸有成竹 一旁建委提名人表情自然 也没听出端倪 但其实没想到是个大乌龙 还原张主委说法 现在只要过半数以上委员去投票 然后投票数一半以上通过就可以 不像过去要获得全立法院一半以上委员同意 但尴尬的是张伯雅双二一的说法是错误的 因为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样的门槛 向来形式就是非常的严明公正 在这一方面呢 我相信会获得立委的认可 虽然搞错门槛 但不忘澄清外界批评介入马王政争的质疑 这是监察院提名 29位人选男性17人女性12人超过4成 比例创新高 副院长被提名人前圆明会主委孙大川 一头白发现身 和过去担任主委模样落差不小 被提名人还有苏建河岸辩护律师徐文斌 媒体出身的中国时报社长王美玉 所以总统特别拎拎我 是要麻烦大家 不要做任何个别的请托 或者是验影 总统还有特别提醒就知道 相较上一届监察委员行驶同意权过程 有四个人被刷掉 这次可是只想简单顺利